接下來我們就做一些立體跟練習 很簡單就是這個P等於P分W的直接應用而已 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題目 他說有一個兩個人推東西 然後呢都推了15公尺都用了8牛頓 但是一個人花12秒一個人花30秒 請問你他的功率有多少 最簡單最基本的運用 P等於T分W 怎麼做W? 力量乘位移 然後就力量多少? 8牛頓位移多少?15公尺 所以8乘15 花時間12秒 喇啦喇啦上完就知道10瓦克 那麼以做功一樣 方法一樣 怎麼叫做功率? 一分是W 怎麼算W? 力量乘位移 然後呢8牛頓15公尺 然後30秒 啪啦啪啦上完之後 智瓦克 這是最簡單最直接最基本的運用 OK? 那下一題是前面寫過的 我說這是當年的原始的題目 問功率 問功率 那我前面問了做功 因為這一題要算功率必須要匯算做功 Keyword就是做功的時候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你如果你上一題的答案還記得的話就很快了 如果上一次前面問你說做功多少的答案你還記得的話就很快了 不然就重新算一次做功有多少 然後呢再處理時間就出來了 這也是所謂的直接的運用 算是直接運用 但重點是什麼去算做功 做功是力量乘位移 但是要注意 位移跟勢力要互相平行 要互相平行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多少 32 你的答案多少 不知道 你忘了前面算的答案多少 好 好啦請坐 這題就是直接做 P做功率就是做功處理時間 做功就是力量乘位移 但重點是什麼 力跟位移要平行 前面首題重物走100公尺有沒有做功 沒有因為它垂直 所以只有誰有做功 後面的20公尺有做功 所以只有20公尺有做功 所以前面100公尺沒有做功 只有後面20公尺有做功 好 放高20公尺有做功 然後呢就往裡面算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要換成牛頓 所以施力是50公斤重 但是要換成牛頓 所以就算一算 就是做功有多少 前面算過叫做 9800公尺 但它要怎麼樣 除以時間 時間多少 他問這一段過程 所以是幾秒 前面有8秒後面有2秒 所以總共有10秒 所以要除以10秒 不是2秒也不是8秒 所以要除以10秒 所以算出來答案就是B 這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代工式 但是重點是要去算所謂的做功 算所謂做功多少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跟我們的練習 現在你基本上一樣 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要多囉嗦一點 他說2公斤重出燒水迷運動 然後8牛頓滑50公尺 做復工功率多少 你看到8牛頓 你看到50公尺 你就知道什麼 做工嘛 對不對 力量乘位也有做工嘛 那他少誰啊 他少時間 這少數題目沒給你時間的 他花多少時間 就要回到你第一次斷法的範圍 有這麼樣的施力 你就應該可以算出 這麼樣的一個加速度 有這麼樣的加速度 要滑50公尺停下來 那他要花多少時間 那個是第一次斷考的計算內容 所以你要想辦法回到 第一次斷考所教的 應該是說要先回到 第二次斷考教的 就現在教的 F等於 MA 找到A 然後找到A 然後有位移 然後呢 想辦法找到什麼 時間 然後找到時間 帶進去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這裡比較囉嗦是 你需要自己找 時間 你要找時間 他沒有給你時間 你要找時間 所以他 比較麻煩一點 比較麻煩一點 這也是少數 沒有告訴我們時間 我們要自己求時間的題目 這種題目不多 這種題目不多 OK 然後請問你 這樣子 他做工的復工功率 他只問大小 就不要管正號或者是負號了 只問大小 只問數字而已 只有數字而已 OK 好 請問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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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答案應該多大 他答案應該多大 24號 好 上百分之 80 八十 八十 你就 問到 志佑生 是不是比較快樂一點 我答錯了 功率就是做工除以時間 做工就是力成以嚴力方向的位移 然後功率就是八十乘以五十 就是力成以為就是做工嘛 然後除以時間 不然你掃誰啊 你掃時間嘛 你沒有時間 要回到我們的第一次段討球 還有第二次段討那邊 好 那我們算什麼 我 有代工事代工事啊 那我 我都是畫什麼 VT圖嘛 我都畫VT圖 出數不知道 時間不知道 只知道位移五十公尺 顯然需要有一點連立方程式的味道 因為兩個都不曉得啊 好 要多做兩步 多做幾步才會求出來 好 直線球加速度嘛 好 DTDV嘛 0秒的時候V嘛 T秒的時候0嘛 A 你發現你掃誰啊 你想要找到T嘛 你發現你掃誰啊 你掃A啊 你掃個A嘛 A要找誰要啊 F等於MH要啊 也算出來A等於-4 這個-8是因為它的方向相反 所以有個負號 所以-4 OK 算進去啊 不知道V就是4T啊 那V等於4T之後怎麼辦 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 對 三角形以乘以高除以2 算完之後 發現5秒 那就好啦 時間有了嘛對不對 再回去算一下 再回去 上面8乘以50是做工 力量省位於數以5秒 所以算出來80瓦 好 所以呢算出來80瓦 就這樣 所以這題稍微囉嗦一點 因為沒有時間 你要想辦法求 但是意思還是差不多 這就是 帶P等於T分之W來去做 我們所謂的功率 基本的做法 就是這樣子 OK